它既不是机械表 也不是时音表 反而像是这两种手表的组合 嗨大家好我是真理 这次想跟各位讲解的是 精工的机型分类 在此请跟各位表们说声抱歉 因为我个人对SECOL的机型 没有研究得很透彻 在这方面的知识大部分都有比较片面 这次我也是尽量的找资料 来分享给各位表们 如果讲了不好的地方 其实你可会多多包涵 这次主要讲解的部分 我会分为两大类 第一 精工的机械机型 第二 精工的Spring Drive机型 而今天介绍精工机型时 我会顺便介绍一下 SECOL Prospect King Turtle这款手表 而以下我会简称这款表为海龟 OK那我们的介绍就开始吧 说起精工的机械机型 分类体质非常复杂 有分为4R 6R 7S 9S等等之类的机型 而英文字母后面还有分为15 35 65等等的数字 听到这边是不是觉得怎么那么复杂 想要把影片关掉的呢 等等因为我知道大家的反应一定会这样子 所以我把大概的分类表格贴上来给各位表我们参考一下 基本上精工机械机型的排名由数字和英文字母的不同来做排序 比较特别的是7S机型虽然数字比4R 6R还要大 但它却是精工最入门的机型 也是精工最早开始发展的机械机型 7S系列机型由1996年开始推出 会说它是最入门的机型除了发展比较早的原因之外呢 同时7S机型也缺少了手动上链和停秒的功能 少了这两个功能其实对手表的使用性来讲差异不大 就是结构比较简单和爽度的问题而已 接下来时间来到2006年和2008年 由7S系列机型进化而来的6R 15和4R 15机型正式诞生 虽然大约90%的结构还是跟7S系列机型一样 但机型的打磨和厚实度比起7S系列机型好少不少 而这时6R 15机型已经增加了手动上链和停秒的功能 4R 15机型则依然没有这两项功能 所以可以看得出这时SECOL已经将机型的等级开始分类 分为入门和中间的差别 紧接来到2010年 新工机型又进行了一次全面性的大改 将4R 15、6R 15改成现在我们常看到的4R 35、6R 35机型 隔年4R 36、4R 37、4R 38机型也相继推出 另外SECOL独创的魔术杠杆上链系统是使用Y字型的击爪零件 以一勾一推的方式转动发球的上面的上链齿轮 进而推动大卷车齿产生上链作用 在6R系列机型上面就可以看到这样子的设计 前不久我去找表店的朋友聊天 偶然看到展示台上有这款SECOL的海归表 那时我就请他帮我拿出来让我看一下 这款海归表的表径算大 我实际查了一下是45毫米尺寸 外型设计来看有别于鱼罐头的阳钢外型 海归表则是种比较复古、比较圆润的造型 也有人把这圆润的C字型表格称作为鲍鱼克 我看到的这款颜色乍看之下会认为它是黑色或深灰色 仔细看才会发现颜色其实是偏墨绿色的颜色 其实蛮有特色的 算是自己戴在手上才会发现的小细节 这款表我认为最有特色的地方是面盘 我觉得长得有点像手榴弹的造型 所以我自己把它称作手榴弹面盘 不知道要不要我们觉得像不像手榴弹的造型 还有另外一个重点 这款海归表的旋转外圈是陶瓷的材质 这口能把陶瓷外圈放到这个胶围带的手表里面 我认为是蛮有竞争力的 机型则是搭载4R36自动商店机型 储存动力是41个小时 GX大约在-35到-45秒 玻璃是蓝宝石水晶玻璃镜面 防水的深度则是200米 以2万块这个价位带的机械表来说 我认为水准算是不错 值得推荐 Sprint Drive是一种结构挺复杂的机型 它既不是机械表也不是试音表 反而像是这两种手表的组合 型号有分为5R、7R、9R Sprint Drive拥有和机械表一样的上链结构 同时也是使用魔术杠杆的上链方式 也拥有百轮和动力储存轮系 而轮系末端的百轮 其下方的磁石会与三能整律器的线圈产生电燃 这个电燃除了会传递食音管和IC电路板之外 会精准的计算时间 也同时控制磁石的速度 让秒针精准的运作 一般机械表和Sprint Drive的差异 就好比你骑自行车和电动自行车的差别 一般自行车你踩多少车子就跑多远 你不踩自然车子就不会走 当然电动自行车不一样 当你平常在踩脚踏车的同时 就可以帮车子充电 骑起来就像电动车一样 动力也非常的滑顺 你也不需要费太多的力 Sprint Drive在运作的时候不会像机械表一样 有齿轮转动的声音 虽然有百轮 但却没有行动系统 大幅减少一来一往的动力耗损 所以Sprint Drive机芯的精准度可以维持在每天正负一秒以内 那Sprint Drive机芯有缺点吗? 我认为最大的缺点来自于维修的方面 维修不易且价格比较贵 再来就是保值性和二手价钱这方面 我认为绝大部分的人还是比较痴迷机械表给他们带来的体验 Sprint Drive的市场还是比较小众 所以如果真的喜欢 买一块来给自己当做收场 之后就不要脱手 好那以上就是SEIKO机芯的介绍影片 欢迎各位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 你们对SEIKO机芯的任何想法 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并帮我按个喜欢 我是亨利 我们下次见 拜拜